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显示MacOS Square 可以点击搜索栏 直接输入Square 点击查看按钮 点击获取 系统会跳转到软件更新界面 等待几秒钟 点击下载 等待系统安装包下载完成 MacOS Square的安装包已经下载完成 并且自动弹出安装界面 退出MacOS Square的安装 关闭所有其他窗口 打开访达 打开应用程序 在这儿可以看到MacOS Square安装包 先把这个窗口移动到一边 现在打开终端 首先在临时目录 创建一个17G的空文件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打开终端 在刚刚创建的空文件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空文件挂载成功 在左侧窗口中 可以看到已经挂载的空文件 将MacOS Square系统安装镜像 写入空文件 首先在中端中输入Sudo 在左侧窗口中 找到MacOS Square的安装包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显示包内容 按照视频 进入对应的目录 找到Create Installed Media文件 将该文件拖动到 中端窗口中 现在窗口中 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 补充后面的代码 补充后面的代码 空文件写入空文件 等待写入完成 已经写入完成 点击挂载的空文件 就会显示MacOS Square的安装包 将已经包含安装包的空文件 推出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现在打开仿达 已经没有空文件 将包含安装包的空文件 转换为CDR文件 CDR是一种镜像格式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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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R文件已经创建完成 将CDR转换为ISO 到现在为止 在普通电脑上安装MacOS Square的镜像 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 我会将所有使用到的命令 全部单独复制出来 方便大家使用 参照 或者你要 libraries 随喻 随喻 務 Our 现在所有命令已经筛选完成 只要竹条复制即可使用 最后检查一下ISO文件的MD5值 如果大家使用这个ISO文件进行安装 下载之后可以进行校验 ISO镜像已经制作完成了 关于如何在普通电脑安装MacOS Square 可以参考推荐视频 过程也非常简单 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如果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留下您的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